民进党现代母鸡再出征 正回到北一世监困选区 扫接拜票 那林非凡自己要不要也 缭络可以排在不分区名单内 尤其日前她才痛批 若名单跳脱不了派系 身先也难救 而她的参选顺便也能冲高 不分区选票 因为据了解当内评估 明年不分区席次空从18席 调制12席 我进入到民进党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过 公开说过非常多次 那我个人完全不考虑这件事情 所以权力辅选 是我这一次的最重要的任务 再次强调自己不做教 只抬教 那不分区名单会有谁 据悉游席宽被列为龙头人选 柯建民审发会关闭令 也已经都会被列在政治组名单内 至于呼声很高的 李俊逸可能因为席次变少 调载安全名单外 另外专业组则有范云被点名 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 无法被确认的传闻吧 抗中保台这个部分的话 我应该会是最有机会 翻转大安区的立委候选人 民进党能否再度国会过半 小党林立连党主席都不敢乐观 TV片新闻 小明正气宽柔 台北报道 小党林立连党主席都不敢恢复 老板 老板 教堂 小党林立连党主席都不敢恢复